大家好 这个必然性和必然性呢 它有时候的那个细节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我尽量的加快一些讲哈 讲完这个尼布楚的条约的那个王爷们呢 表现完了我想呢 下一次我是讲那个 有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毕业生 他后来逃亡到苏联的一个人生经历 也特别有意思 嗯好我们接着说这个尼布楚啊 第二天呢这个 这个本来佟国光啊是想派这个神父 说你去过去给我打听打听 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们到底想干嘛 他正要走呢 哎结果人家对方啊派来了一个代表 嗯 询问说你们现在有没有一个新的建议啊 嗯 你们能不能够出一个信件 就是说嗯 我们这个会议正在举行 而且呢我们在会议上呢都提出了哪些建议 嗯 这样呢我们双方你出一份我出一份 嗯我们回去啊好跟我们主子交代 你们回去呢也好跟你们主子交代 不是要不然你说咱们这谈的 什么结果也没有谈崩了 嗯回去没法说呀 嗯 其实呢这个互换信件这事啊 嗯是昨天就有一个王爷说了 说的这个嗯 最好是这样 不然的话咱们都谈崩了 怎么弄呢 结果后来说那行 那你就这样吧 你先弄一个这样的一种证明信来 完了呢我们互相交换 结果呀这个俄方代表呢又说 说能不能啊咱们再举行一次谈判 实在是不行啊咱们达不到协议的话 哎咱们再把这个信件呢换了 换了以后呢盖上章 结果呀王爷们没同意 得 这个代表啊就回头回脑子就回去了 到了25号啊这一天呢正好是圣母圣天日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特使啊就这个神父呢就以这个名义呢去拜访这个俄罗斯特使 要不然你说都谈崩了我怎么去呀哎就用这个去了去了以后呢这特使还挺高兴 亲自跑出来迎接 听了这个神父呢说了一个大概王爷的他们这边的意思呢 也是说呢大概是皇上呢也有这个指示 说呢我们这些王爷呀他没办法这皇上都这么说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土地方面啊他们谦让的那个可能性啊很少 嗯至于这个呃什么尼布楚啊亚克萨呀 嗯王爷们呢还不知道该怎么界定 因为这个呃皇上呢给了一个火口 这个呢所以呢还得咱们双方呢再商量商量 得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这个两国呢边界的这么一个划定 呃特使听了以后呢就想了想说这样吧 我们会派人呢给你们送去回信的 这神父回来以后啊一说哎呀这王爷们高兴坏了 哎呀说你的功劳真是太大了 要不然你说哎呦我们这都就就就这么回去了 怎么跟皇上交代呀就这跑这来帮帮两天谈帮了走了 而且呢他们也说以后啊我们再不瞒着你了 也不是说我们瞒着你我们以前也没想瞒着你 哎以后啊只要商谈你都参加我们呢都先跟你 先说一声 第二天也就是26号这个俄国特使呢就派来他一个 拉丁凡尼 嗯带来了一张呢这一带的啊一个详细的地图 让王爷们啊您给我指出来 你到底想画的这个边界啊在哪 于是呢这个王爷们啊就手指着这个俄尔补那河 就说了你呢不得啊像这个还有这个你不得像这个卡尔卡人的土地呢推进 因为啊这些大部分的卡尔卡人他们都已经归顺我大清皇帝了 结果呢这个俄神父啊又把这个画的这个地图这个画的这个线啊和这些王爷的意思呢他又渡河过去 呃把这个意思呢传到对方对方呢再把这个拉丁他们那样的拉丁翻译呢渡河过来再把他们的回音呃传过来就这么着呢就是双方代表啊也不见面就这俩神父和这个翻译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渡河就这么渡来渡去的俄国人呢就坚持认为啊 这卡尔卡人啊你是侵犯了我的俄国土地的你本来不在这儿你是被人给打到这儿来的你等于现在是你你你你站着我的地呢所以呢这个你不能干涉我跟卡尔卡人之间的事物 嗯再说了他这个卡尔卡人归顺你并不能代表他站的那块地就归你啊 嗯而且呢这块地呢本来以前是阿鲁特人人家占领的 所以啊这个卡尔卡人的问题啊绝对不能够列入这个合约当中 王爷呢后来一想说那好我们不提这个卡尔卡人了 嗯没准呢以后呢以后这个卡尔卡人跟这个阿鲁特人他们就和好了呢那和好了以后以后他们愿意怎么决定就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吧 就这几日啊这天呢一直在下雨 他不是雨季吗 这个王爷这边的整个营地啊全泡在水里了 就这个谈判呢就关于这个合约啊这个条件啊条例一点一点的 这个俄国人呢又提出来了说亚克萨不能还 徐日生呢当时就跟那个说了 你如果啊不放弃亚克萨 那咱们啊就什么谈判都没意义了就甭谈了 因为什么呢我们皇上啊几次武力占领了亚克萨 最后呢他是以他是退出来以后是想什么呢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每一次呢都是主动的我们撤出来的 并不是说让给你的 所以啊我们皇上在这个亚克萨上肯定是不会让步的 他呀根本就没觉着这一块地本来就是属于他的我来跟你谈 所以呢亚克萨咱们谈都别谈 这个特使说那个那我们也什么都不能让 你们的要求太过分了 你把我们的尼布楚这一这一大片全都归你们了 哎呀这下子啊又崩了 这时候啊徐日生啊挺沮丧 嗯当时呢他这个他们那边那个拉丁翻译不是送他渡河吗 临走的时候他还含着眼泪跟那人说 哎挺美好的一些事情啊 这个和平啊就在眼前了就这么毁了 他真的这你们这个俄国人呢会为这种草率的答复后悔的 后来呢这个王爷们呢他们就去探听 这个不是也通过别的渠道啊就打听 说为什么他们会这个这么坚持这个俄国人 而且呢这么坚定 就是因为啊就这个尼布楚的这个有这一代啊就是管尼布楚 还这一大片的啊这个有一个总督啊 他是个莫斯科人 嗯这个人呢是个极其自私的一个冒险家 等于你把他这一大片领地啊你就这么一画就画到中国去了 那他不就没领地了吗 所以呢他就一直在劝说这个特使不能做任何的让步 而且呢这个总督啊就对这个徐日生和张成的这个两位神父啊 怀有极强烈的敌意 嗯事后啊这个条约理后 也因为这个总督的告状呢 所以俄罗斯人啊对这个耶稣会一直有偏见 对他们就说在这传教或者是经过啊 坚决不允许 就是认为你等于让我们丧权辱国了 王爷们啊当时啊也发懵 他不知道啊这俄国人 嗯可能是虚张声势 他们还真的认为这个俄国人是不想谈判 哎呀于是啊这王爷们就开始在那大绿帐篷里边赶紧又召开会议 所有的包括所有的这个都统啊 还有这个将领都来了就扩大会议 会上呢就决定了全军斗河 立即呢对这个尼布楚 进行封锁 同时呢发信回北京 听皇上回信 嗯是否咱们就开始宣战 这个 同时啊还说咱们把呀 所有愿意这个归顺大清 呃逃离俄国的这个达的人啊 都赶紧争取过来 哎让他们赶紧过来 嗯 再派了一个水路呢说你们赶紧夜里直奔雅克萨 去到那呢跟那块那个助手的那个 哎哟 得 啊 抱歉啊刚才停顿了一下 嗯 就是派了一个水路到雅克萨 完了通知那的雅克萨人 就是咱们的大清的呃 雅克萨的驻军 说呢你们呢 把那的那个呃 驻扎的 那个那人呢 告诉他们把周围的那个田地里的那个庄稼啊 全部都毁了 完了呢 封锁道路不许任何的东西进入雅克萨 就等于把它封锁起来了嘛 甭让也不让吃不让喝了 完了把周围的那个民那个老百姓啊 都牵走 这俄国哨兵啊 一看这边怎么动静这么大 就赶紧去通知这个俄国特使去了 其实啊 王爷这边啊 也睡不着觉 这么大的决定啊 这个王爷这个同国纲啊 就焦虑的睡不着觉了 就把这个神父啊 把徐日生给叫到账子那里来了 完了 那个徐日生呢 就他就讲了 说这个怎么办呢 现在这个谈成这样 这个徐日生就跟他说啊 说你 你别信 这都是谈判的一种技巧 这俄国人啊 肯定 不可能 他说他空手就回去的 嗯 虽然啊 咱们这次啊 代表团呢 这个 过冬啊 这衣服 没带够 现在就已经很冷了嘛 因为 嗯 可是啊 结果是什么呀 哎 这个俄国人 忍没忍住 当天晚上就派人渡和过来了 结果这徐日生啊 从这个同国纲的这个帐篷里边刚出来 回到自己的帐篷刚躺下 这个同国纲就大喊起来了 快来快来 这个俄国人来了 结果呀 这王爷们什么将领啊 全都兴奋的起来了 都跑到那个大绿帐篷里边又开始开会来 这个俄国的这个拉丁翻译啊 就把这个信呢翻译来一遍跟他们读 说呢 我这个特使啊 我是按照国际法要求呢 举行第三次会议 因为这个国际法啊 一般都是第一次会议是为了行见面礼 第二次是提出建议 第三次不是才做结论的吗 这就等于是说什么呀 我给我自己也给了个台阶 也给你了个台阶 哎 结果这个两个神父啊就在旁边赶紧就劝这个俄国人 说这样吧 你啊 回去跟你们特使说 你再啊 提出一个你们认为 对你们来说你们能接受的一个 方案 而且呢 就是说呢你有些地方啊 咱们是可以商量的 别那么正间对卖麻就说我什么都不让 那不就没法谈了吗 嗯 而且呢你最好啊 今天晚上就给我们个信 可要不然的话 明儿早上这帮王爷就这这这些人的那个脾气 没准人家就拔牙子走了 完了呢 咱们就开打了 这个拉丁翻译呢 也觉得形势很严峻 嗯 并且呢就一路啊就求这个两位神父 说呀你们多多帮忙吧 其实呢 嗯 我们那个沙皇啊 他本来是有这个意愿放弃这个雅克萨的 但是呢 他是不是你们要求的现在这么高 他连这个提这个雅克萨的都没法提了 所以呢 就没台阶了 你知道吗 就这么个意思 啊 结果呢就说呢 要不这个拉丁这翻译啊就跟王爷们说 说要不然这样吧 嗯 您看看是不是 就是你派你们这个两位神父过去去沟通一下 结果这王爷说什么 去也没什么可谈的 也没什么心意 所以呢 嗯 也没什么可传达的 就看你们的了 这个翻译刚一走啊 这所有的王爷就又聚在一块了 又开始说那怎么办呢 这些王爷呀 他们呀就是不懂这个可能啊对方真的只是在拖延时间 他们呢又想着呀哎哟咱们这个昨天决定的咱们现在渡河过去了 这河谈不就彻底的没希望了吗 这要是皇上怪罪下来怎么办呢 结果这所有的王爷啊全都冲着这俩神父哎说哎 你们给出个主意吧 这俩神父说哎哎哎我们啊 我们的职责皇上说了只是旁观只是来做监督的 我们呢没有权利做这些 况且呢我们耶稣会的职责啊不能干预政治 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干预到你们的政治决定 尤其这么大的领土决定我们不能参与我们呢只是来看看帮你们看看能帮助什么 哎呀这些王爷们啊其实还都是挺精明的人 于是呢就赶紧说去把那那路那个去雅克萨那水路的那帮人给追回来 跟他们说啊先别去毁那个雅克萨的庄家了 但是呢这一边大部分的大部队还是渡河了 嗯其实也是因为什么呀这边和这边的牧草都给吃光了没有了 这个俄方的代表啊第二天一大早就跑来了 嗯说呢这个雅克萨我们愿意放弃 嗯同时呢我们也愿意呢以俄尔古纳河为两帝国的将界 嗯但是呢这条河以东有一部分的那个俄罗斯人的那个居留地 这个呢嗯最好是还让他们继续持有啊还归我们俄国 嗯这样的话呢其实啊就是中方提出来的每一个重要条件 俄方几乎都同意了 那好今天我们先讲到这吧 嗯下期再说 好下期见给我点赞点赞啊要不然的话那个西瓜视频啊你不给点赞 他就不给我奖励也不给我其实每天可能就一会钱一会钱都不到 好点赞点赞拜拜